当病时间3号,美国明尼阿波利斯政府,同意赔偿一名澳籍女子的家人2000万美元,约合人民币1.34亿人民币,2017年7月,这名来美国投奔未婚夫的澳籍女子,碰到疑似性侵案件,她为了帮助陌生人而报警求助,谢莫明被赶来现场的警察射杀。 警方称,涉事警察当时佩戴的执法记录仪没有启用。 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5月4号报道,在涉事警察穆罕默德努尔,被判谋杀和过失杀人罪名成立的三天后,美国明尼阿波利斯政府和受害者贾斯汀达蒙德的家人达成和解,同意向后者支付2000万美元,约合人民币1.34亿人民币的赔偿。 2017年7月15号夜间11点半左右,当时40岁的贾斯汀,在其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家中,听到门外有女子痛苦尖叫声,怀疑发生了性侵案件,决定报警求助。 几分钟后,一辆警车抵达贾斯汀家后面的一条小巷,贾斯汀也再次拿起电话联系警方。 穿着睡衣的贾斯汀,曾试图通过车窗和司机座位上的警察马修哈瑞提进行交谈,但却突然被坐在副驾驶座的穆罕默德努尔射杀。 贾斯汀听死后,当地政府表示,两名警察随身佩戴的执法记录仪并未打开,警车内的摄像机也并未录下现场情况,所以调查人员无法确定现场发生了什么。 当时31岁的穆罕默德努尔,是一名来自索马里的移民,刚在警察局工作两年。 两年前他刚刚入职的时候,作为明尼阿波利斯市第一名来自索马里的警察,曾被当地社区和媒体广泛赞扬。 穆罕默德努尔称,事发时,他们听到警车发出一声巨响,他的搭档马修哈瑞提受到明显惊吓,他看到一个穿着粉色上衣和睡衣裤的女子出现在驾驶室外,立刻决定开枪保护自己。 不过,最终调查结果显示,穆罕默德努尔的说法不实。 4月30号,穆罕默德努尔被判谋杀和过失杀人罪名成立。 贾斯汀的父亲称,和警方的较量是一次痛苦的经历,但他对结果感到满意。